大家好 我是Lumi 今天我們要來挑戰 圓圓做的恐怖王子 沒錯 就是挑戰 因為其實Lumi 我很怕恐怖的東西 嗨 愛獎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吧 歡迎遊玩 作者是美商 喔 這個好酷喔 他的旁邊是這樣子 一間一間開的耶 愛獎可以跟我們一起走嗎 不行 你們想說 把愛獎當作是我們的 我們的護身服 帶著愛獎去 把恐怖東西全部都嚇跑 愛獎救命 這是 好多間房間喔 好吧 我們就給他 準備好了 心理準備 好啦 我們來去 start game 開始 死 一進來就喵一聲了 這天夜裡 你做了個噩夢 於是驚醒了 剛剛是 好像做了一個不太好的夢 真是的 整個腦袋 昏沉沉的 去穿個澡清洗一下好了 所以我們已經 哦呦 欸 旁邊這邊馬上 欸 這個是 眼 眼鏡耶 眼鏡 我可以戴這個眼鏡嗎 哦 我這是要去度假的感覺吧 欸 我有眼鏡了 可是我比較喜歡黑色的 我們穿黑色的好了 我覺得黑色的比較帥啊 哎呀 人家搶脫人家衣服然後都穿不起來 這樣是不是帥多了 好我們今天就是講這樣子 運氣 欸 勇氣 勇氣 這一個擺背 看到地下室了 欸 剛剛是有什麼奇怪的聲音嗎 還是我自己誤會了 這有個嗎 喔 喔 這裡有那個箱子是成就 那這裡還有什麼呢 嗯? 這是什麼 嗯? 沒反應 好吧 我們先去浴室沖個澡好了 然後飯店來看看有什麼的 欸 喔 欸 這是什麼 好酷喔這個 好像那種捲筒的感覺 好酷 這浴室會不會等一下就 爬出了一個什麼針子之類的東西 水有點熱 搞什麼 欸 怎麼會在這時候沒有熱水呢 算了 洗冷水吧 欸 這個有水的聲音耶 好吧 我們先玩樂人睡著 整個人都清醒了 去玩玩電腦好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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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玩電腦 我們可以不要待在家裡嗎 感覺家裡有點給他恐怖恐怖的 欸 喔 這是電腦的按鈕喔 你一如往常的玩玩minecraft 逛逛臉書 就是你看見了一篇報道 根據報導指出 網路上有名叫做 煙開淩泉米少女的筆者 一專點寫寫心恐怖的小說 傳溫看過她的小說 親者會噩夢再生 重者會精神錯亂 更優者承受不了的壓力 會選擇親生 好了 大家要 usage 生命喔 張老師專線 есс音 後啦這個牛尤 每次登入的IP位置 都是在國外 所以呢IP位置都不同 至今尚无法联系到此证 目前已经将其他的部落格封锁了 这个也太可怕了吧 不过这个新闻可信吗 在好行星的驱使下 决定来暗网找找看有没有他的小说 可总算是被我找到了吧 我来看到底是有多血性恐怖 这有没有不信心硬要看 你们看小说写什么 破旧的老房子的地下室 小女孩惊恐的望着男人 饿了吧 来这里有好吃的 女孩害怕的顺手 剖过那些有些发臭 看不出是什么肉的食物 或许是饿得太久了 女孩饿得右手 怕捡碗里的食物 男人笑着说 你知道这碗肉是哪里来的吗 女孩停下动作 缓缓抬气头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充满着恐惧 耍烂烂的望着男人 这是用你最心爱的狗狗 爱讲座的哟 怎么样 好吃吗 男人笑出了声 笑得冷酷无情 笑得人心里发寒 女孩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做出了什么 他不过被铁链束缚的痛苦 愤怒的想杀了眼前的男人 但是呢 他的铁链却突然之间被撕开来了 鲜红的血渗出来了 地面瞬间被染成了一片的鲜红 为什么要这么的恐怖 这看起来也还好 那我新闻说那么可怕 我好像是两点起床的吧 现在是几点了 你问向时钟 现在时间正指向了4点44分 没想到已经过得这么久了 好吧 等一下我们整个房间 瞬间变得黑黑的了 我们要睡觉 所以应该是踩这个吧 这里是哪里 我不是上床睡觉了吗 刚刚 那是什么声音 不管了 先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离开这里吧 我们要找这个裂缝 好啦 其实这个网址 我以前啊 有想说要去来写个美食网址之类的 你们也知道多名我是什么贪吃鬼之类的 对吧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也来写个网址之类的 诶 哦 这就是那个啦 我们要找的那个石头 我帮他看一下 他说看来我不是第一个被关到这里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破坏栅栏 我们 要努力的把它敲开 里面 还有人吗 等一下 这感觉要敲蛮久的 啊 终于进来了 诶 里面有别的人吗 怎么这么多的死人头 这边 到底是要去哪里的 等一下 这边有个楼梯 这个心理压力好大 明明就知道是个空 恐怖游戏 有个按钮 上方有着生锈的铁地板 门带门被锁死了 可恶 除了这里 还有哪里 去 那是什么声音 好像从下面传来的 去看看吧 我真的讨厌恐怖的东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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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刚开到哪里 等一下我是不是要走出来一样的地方了 诶 门呢 不是开了吗 在这边啦 这不会等下又一样的吧 其实现在是晚上的时候没有 偏偏选晚上的时候来玩什么恐怖地图啊 诶 这里居然有个密道 难道是出口吗 快快点让我出去 踩下药一板同时你回到自己的家 这是我家客厅吗 哇 我回来了 真的是好感动哦 那是烤鸡 吃点烤鸡好了 好可怕哦 虽然不想承认 可是总觉得和找到那片碗子有什么关联 先回房间看看吧 我现在还穿着这样子 一身黑漆马虎的 感觉更可怕了 好啦 这个是什么啊 什么样的台手机是可以拿的吗 诶 还被怎么放到客厅里了 圆圆的即时新闻 穿在孩童下手 连续杀人 原未生存连载中 身上渊远 打到永恶 看过都会出事 蹲蹲滑水到现在开放中 巧克力吃到怀胎八个月 到底是为什么会吃到八个月啦 嗯 震撼 乱挑孩童下手 连续杀人落 世上最凶残 男子被捕后相当忍惊 并坦诚犯案子经过 根据几方表示 于他家的地下室找到了非常多被肢解的尸体 除了一些住在住家附近的孩童 还有失踪数年的人口 有些甚至已经成了骨头了 这也太可怕了 这年头什么变太多了 以后出门还是小心一点吧 诶这个真的很像iPad有没有 我们可以左右滑 可是后见不能使用的 诶那这样子我可以过去了吗 哦他那个有做一些屏障 等一下这是我的房间 为什么被堵住了 诶哟 等一下旁边怎么还传来一声声响 这到底是怎么了 等一下我现在其实有点给他抖抖抖 到底是天气他人的抖抖抖呢 你是太恐怖的抖抖抖 现在都已经不知道了 这边 哦现在已经有点被吓到 吓到已经忘记我们还要早晨就的这件事情 这边还是冷热水 还是一样没有热水吗 可以让我冲冲早吗 我觉得好恐怖 好啦这边应该是没了 他刚刚说地下室也能从 也能回到房间 所以我们要来隔壁的地下室 哎哟 我还以为我又被卡住了 这边门上锁了 地下室的钥匙放到哪里呢 啊 地下室 这个刚刚他不是就有说那个犯人 就是把小女孩关在地下室 这个是我的房间吗 你确定这真的是我的房间吗 好可怕 好吧 诶 这个应该是厨房了吧 来人啊 来点东西给我吃吃啊 这感觉好可怕 诶 我拿到了碗了 这碗要干嘛用啊 诶 桌上还有两个碗 我们把碗都拿起来看可以干嘛用 嗯 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嗯 好吧 看一下旁边 哦 旁边又有钻石了 那这里呢 上面是生牛肉 冰下还有肉 不过家里的他用完了 嗯 所以 应该是 所以我们是要来烤牛排的吗 我们把这个烤来吃吃看是不是这个 诶 所以 我们听到金属槽掉落的钥匙 原来地下室的钥匙在这里啊 我觉得我现在一直讲话讲的乱七八糟没有 好啦 我们还是先照剧情走 先来去地下室好 看地下室会发生什么事情 诶 这不能放这 所以是这 又到了地下室了 这又是哪里 看起来很像小孩子的房间 找找看有没有办法离开吧 这有点像那个ZoomZoom欸 这小飞像 我可以在一起盯着ZoomZoom吗 我一点都不想要往前 我们身上像有什么 只有一台的iPad 然后饥饿跟失明 那我们把东西吃进去吗 不能 诶 诶 诶 这个不行 哪里有东西 看来是小女孩的床 诶 地上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 我们捡到了竹蜻蜓 现在是看到影子都会感觉会给他怕怕的 这个竹蜻蜓是小孩子的玩具 或许可以用这个把墙上的藤蔓刮垂 哦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藤蔓给刮掉 呃 这制作丸好黏哦 好了我们先来打扫 诶 好像是圆的拼音 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的发光 我们要捡到钥匙了 可以干嘛 可以干嘛 钥匙可以干嘛 看起来好像很华丽的钥匙 是用来开什么的 等一下 刚刚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呵呵 我刚好像是不是看到 那个图片 诶 可是 刚刚我在看这钥匙 好险 好险 有没有 被钥匙救了一命的感觉 啊可是重点是 我们钥匙是要干嘛 开什么东西 可是我刚还没有看到任何可以开的东西啊 总觉得这个 所以那个 这个是圆圆的房间吗 所以上面有写那个 院 有没有觉得我讲话速度好像有点给他越来越快 我要赶快把这边搭扫搭扫 我要离开这里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想要踩到蜘蛛 我一直 诶 又拿到了一个水瓶诶 等一下我先把这边都 都除完好了 诶 那有没有箱子 这里 笔记的一页 这是什么意思 笔记上写着什么来着 就是 table face exit 所以 所以 这是桌子 桌子 我们要丢给桌子用吗 哦不是 桌子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懂 我们钥匙拿到啊 诶 这里可以进去吗 不行 嗯 奇怪了 哦 哦 哦 在这里啦 这边有一个剪刀 然后剪刀是要修剪叶子的 啊 所以真的是过年了嘛 大家知道吗 过年最近要干什么呢 大扫除 诶 下面又有 又拿到了水瓶 诶 诶 是这个吗 嗯 没了 就没了 到底 这要做什么事情啊 我们现在要把草野剪一剪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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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牠們引到有蜘蛛絲的地方才對 蜘蛛絲救我一命 蜘蛛絲救了我一命 走走走走 這隻好痛喔 不不不要不要 等等等等 太好了太好了 我不是故意的啦 我不是故意的啦 你不要難過 我會解決你的 牠好厚 牠血好厚 有沒有聽到 我終於看到 這應該就是那個了吧 我們剛剛要丟下去的東西了 這個 眼淚的結晶 好太好了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丟進去吧 這地方真的是太讓人不安樂 所以我們這樣可以出去了嗎 這樣我們就出來了 這樣是普通的結局 你慘張的從噩夢中驚醒了 看著鏡中 狼狽不堪的自己 需要餘地的準備出門工作 卻發現 冰箱裡打算為早餐做的 早餐牛肉消失了 而是你陷入了城市中 看看 那些 監牢跟房間 真的只是夢嗎 欸 所以我們的是普通的結局欸 那真結局是什麼 欸我發現我跟 我跟演員穿的是一樣的 都是黑色的衣服 欸 所以真結局是什麼啊 然後我剛剛最後已經完全沒有在找成就 我覺得那個好可怕喔 我們看一下喔 欸我只有三個欸 所以他有 他有這麼多個喔 我才拿到了三個鑽石而已欸 好啦這個我們 之後再回去看一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補充說明 海培里看到了新聞 連續殺人魔的新聞 就是虐殺小女孩的男人 所以真結局的主角才會說 女孩憎恨的人已經被神之以法了 喔然後這邊有一些說明啦 原來臉就是出口 可我剛剛看那邊沒有東西啊 那我們來看劇情的說明好了 因為我們好像沒有看到真結局嘛 這本是總看不懂結局的人 會懶得重破其他結局人 特別寫的劇情說明 這張地圖的劇情是在闡述一位 有時被變態男子關鍵 被虐待後殘忍殺害的女孩 就是一開始看小看的小說 裡面寫的是女孩 也是寫小說的作者 她的靈魂在網路上發表了 關於自己親生肌力的故事 並寫成了小說 而後 靈魂寄托在網子間 注重所有看過的人 卻因為怨念過生無法投胎 主角遭遇了一連串詭異的事件 就是女孩的遭遇 女孩想讓看過的人 都經歷她所經歷的痛苦 主角得以十二清醒 是因為女孩雖然怨念中 但心靈深處仍渴望有人 能夠來拯救她 喔所以我剛剛就直接 已經給她跑出來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給她 有一點給她恐怖恐怖的 都你覺得 覺得害怕 覺得恐怖 愛講你還活著 我覺得我好感動啊 好啦那這樣子 我們今天這張地圖 就到這裡啦 實在說我們只拿到了一個 普通的結局啦 但是對我還是被嚇得不要有必要的人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喜歡跟訂閱我 也不要忘記旁邊的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大家掰掰